主料,芝麻酱100毫升,发面团500克,辅料,香油,盐,芝麻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芝麻酱力加入盐,香油稀释一下,再准备一些芝麻,取出发酵好的面团,直接扎个洞不回缩,就发酵好了,面团干薄,揪上芝麻酱,用刷子刷匀,全体分割一下, 取其中一个小剂子,对折收紧口,收好口放到芝麻里按一下,芝麻按结实就行了,把饼放到苹果里,烙到两面黄斑,接着放到烤盘上,放进烤箱,170度15分钟,时间到尺处就好了,烹饪技巧,烙制过程中用小火,别而胡烤箱不同,温度会略有差异, 根据自己的烤箱温度适当延长或者缩短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 感谢观看